你喜欢旅行吗 小编我超爱旅行的 但在众多的旅行目的地中 有些天然行程的大自然景点 能让人觉得自己身处在梦境般的感觉哦 今天就带大家一览小编心中 最梦幻的五大自然景点吧 第五 蓝冰洞 冰岛一直是小编想去的国家之一 你看看你看看 进入了冰洞 就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砖石里 透过冰层闪耀着蓝绿色的光线 这种体验真的超现实超梦幻 冰岛可参观的冰洞季节是11月至3月 美丽皆是灿烂且短暂的 大多数天然冰川冰洞都是短暂的奇观 在冬季开始形成 春季开始融化崩塌 在夏季融化的洞穴中充满了水 所以无法进入 这也是冰洞梦幻和神奇的魅力 随着冰川的移动撤退 使冰洞不断变化 唯一能掌控它的就是大自然 你一生中就只能看同一个冰洞 一次因为每当你回来时 它也许再也不是你见到的那一个它了 第四名的梦幻景点就是秘鲁的彩虹山 这是近几年大热的景点 在秘鲁观光排行榜已经是马丘比丘之后 彩虹山位在秘鲁库斯科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安地斯山脉 其实一直以来彩虹山受冰雪常年覆盖 一直到2016年地球暖化 以至冰川积雪融化 山头层层的梦幻坎果色 因此才显露出来 由于风化侵蚀的作用还不大 这座彩虹山还保留原始的鲜艳哦 想要来这里可一点也不简单 虽然可以乘车到登山口 但徒步前往来回可长达10公里 还要编对看高山镇 低温和紫外线的考验啊 看见了彩虹山头 应该一切也值得了吧 第三名是The Great Blue Hole 大蓝洞是一个明文侠尔的潜水圣地 在伯利兹外海约60英里 是全世界最大的水下洞穴 直径约304米 深约130米 洞口呈现几乎完美的圆形 又非常巧合的与何谓的环礁重合 从天上俯瞰 仿佛是一道美丽的花环 也像一颗蓝眼睛 这里的鲨鱼品种繁多 且深处鬼没的正因如此 才吸引了勇敢的潜水爱好者们到来哦 不会潜水的朋友们 也可以订船或者飞机的行程 从上空看到美丽的加勒比海荷兰洞 近距离远距离 欣赏着大自然资神 创造的这一个景象 排名第二的是 乌尤尼眼角 该眼角位于玻璃维亚 西南部的乌尤尼小镇附近 是世界最大的眼角 最美的天空之境 东西长约250公里 南北宽约100公里 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 除了天空之境 这里还有粉色火烈鸟 千年仙人掌 珍稀的蜂鸟 以及完全由严砖建造的酒店 看看这黄昏也太梦幻了吧 每年雨季于12月至次年的1月 它被雨水注满才形成一个浅湖 人们可以驾车 驶过这个湖面哦 虽然一望无际的白色世界 吸引了全球各地许多游客的造访 但如果没有导游陪同而贸然开进去的话 其实还是蛮危险的 驾车在天空之境上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第一 西利尔湖 它位于西澳大利亚州南部 乐蟹蛇群岛的中岛上 长度在600米左右 它的特别之处就是 它是个粉红色的湖 科学家推论 它湖中大量的岩性矿物质沉淀 才形成这个粉粉嫩嫩的湖泊 周围更有翠绿丛林 和碧蓝海水环绕 就是让人想亲眼瞧瞧这个绿与粉的配色 这也是个粉红湖特别的地方 有点可惜的是 西利尔湖唯一观光方式 是曾坐直升飞机 高空俯瞰 整个洛切切群岛 除了无地岛都是不能降落的 只可远观不可谢娃娜 除了西利尔湖 世界各地 还有其他的粉红色湖泊 你还知道有哪些吗 看了这些景点 是不是更新配大自然的奥妙呢 欢迎告诉我们 你看过哪些也很梦幻的景点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哦 如果还想观看更多的话 那就不要忘了按赞分享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见拜拜